前几天给大家看的窝笋,现在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你看,阳光房里面的已经长得非常的高了 而且都很粗壮 颜色也很绿 我现在把它割下来 你再看一下外面的 杆子还没立起来呢 里面这个就很高 外面的就比较矮 当气候变化无常的时候 植物就会停止生长 当风调雨顺的时候 植物就蜂长 几乎一天一个样 温室就是营造出来的 风调雨顺的环境 所以在早春的时候 在里面长的菜就比较好 春天气候异常 枯冷枯热 外面的窝笋就生长缓慢 所以 平和的环境有利于生命 因为在这种环境下 生命能量不被搅乱 不被额外消耗 所有的能量都在平和的 全力以赴的 滋养生命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这盆韭菜 也是在温室里 但由于在角落 不通风 土壤表面生了绿胎 韩室是温暖舒适 每天浇水 但风不调 气不动也是不行的 所以 气有两怕 一是角动 二是静止不动 气乱就无法滋养 修复生命 气静不动 就会滋生腐败 那么气机的正确姿态到底是什么呢 是气和 和 不是乱动 也不是不动 而是自然流动 是顺应 相安 协调 我们身体里的气机 如果不被搅动 不被淤堵 能做到自然流动 想不健康都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